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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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有没有草 有没有花 就算你留了一株花 我相信也快哭了 因为你不再去觉得那是应该是鲜艳的 或者不应该是什么 你不再想 但是那些东西 好就好在干害的土地是很广阔的 知道吧 如果广阔的话 就算是它的干害 但广阔已经打破了自我的东西 就是说你已经可以 其实关注一个法界的东西 这种视角你会突破自我的吃喝玩乐 然后去看这个生意的本身 就是没有那么广阔的土地 已经算不错了 不管它是什么 在休息上也是一种进行 但不管是广阔的草原 还是广阔的沙漠 或者是广阔的汉地 那都是你的就是心境里面已经 你关注生命本身 关注所有的生命一生一世的 就是你不再关注点滴的 太多很重视点滴的眼前的东西 但是一般刚开始休息都是这样先打开 把自己的就是看人看生命 直接就看一辈子去内压打开 它很看 就是说当你坐在子猪园的时候 看到的是宇宙法界 你就是慢慢的去这样 然后一直一直这样呢 走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然后再回来 然后关注这一杯茶 就是要把你的头 然后集中到宇宙法界 就开始天空了 这是修行的一个过程 这是修行的一个过程 戒心以后 然后又回到风景去 做每一个点点每件事 就像你现在假如说 很快你戒心 戒心翻回来 也就要关注当下的一杯茶 一个面包去 去点点滴滴的在每一个维度 每一个时空 就是在每一件小事上 一粒微尘上 然后大跟小不分别 就是在每一粒微尘上戒心 在每一件事 就是幻境里面戒心 就是说那样呢 每一个幻境 每一个这个世界的 很熟的 维亚的这些事里面 都有圆满的空性 而不是你一境里面 造出来的空性 那些那样走 在这个基础上走 并不是说你一天 你戒心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那天 把这个汗地转化成了 充满花开 其实无所谓的 两个幻境而已 只是说 就在这就可以接空性 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境界里面 接空性 那没什么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你从这种 广阔无边的 干汗的土地 一根草也不长的 或者长了两根 一朵小喇叭花 或者是什么 小花花的 一点点花 去见到空性的话 那么有一天 跟你同样境界的人 会在你这儿送你 不需要转 直接就把他们带出去 就在这儿就带出去 不是说每个人 在接空性那一刹 那其他都是苦难的 或者都很快乐 很凝聚的想法 不是 其实很多都是在极端的苦难 就是走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 突然震驻了 就是已经身体 身心 胜瘦或者身心 已经疲劳到极致的时候 突然放下了自我 解脱出来 但那是另一种 每个人的脚步不一样 面对自我的 我直的欲望和习气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苦难的 因为自我的习气和欲望 它在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满足里边 尝到快乐尝到甜头 就是当你去跟自己的自我的欲望 不是所抗和或者是什么 你去看清楚它的时候 你都是不舒服的 当你停下来 要看清楚它的时候 首先你就有失去的感觉 你就觉得你在失离 你在退 因为欲望和习气 你在面对欲望和习气的时候 往后退 你在远离它 远离的时候 因为你在它面前看不清楚 那么往远走 往远走 包括情欲也是 你在往远走 你要看清楚它 你都会觉得你在失去 其实不是 就说有时候这个杯子放在这 你觉得你往退 其实不是说你要看清楚这个杯子 是你要看清楚自己的情欲 看清楚自己情欲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在失去这个杯子 其实不是的 你不会失去的 只是说当你看清自己情欲的时候 然后你在面对这个杯子的时候 你真的才能把握住 就像如果你是带着内心的深处 你就像个坟墓一样的心态 每一份感情你都 每一份感情我相信你都会 就是不会有很完美的结局 知道吧 不管你重新来过或者什么 一次一次都是这样 一次一次都让你的心感觉到凄凉 每一次 它是一次一次都会突然就消失了那份激情 或者是什么 不管都谁在 可能满怀激情 让自己充满了激情的投入 但是也许在某一件事 某一句话里边 可能 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 或者很喜欢 你跟他在一起 可能突然有一天 他一句话 一件事就让你一下子 变成了沙漠 变成了那份 广阔无边的 因为那一句话 就是一种 甚至是 误解了你 或者是 不理解你说的话 你这样就是把所有的爱都失去 一句话就能让你失去 你会回到你的 广阔无际的那种干害的土地上 其实你一直你的情感就没动 你是带着那样的情感走进一份感情的 或者走进生活的 你是带着那样的一种情感走进这个世界的 所以当你那些东西带着那样的背景 进入这个生活和事件的时候 你相信最终你所有的东西会变成那样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心的投影 所有的这个事件都是你心投射出来 但是你目前你那种心境就是那样的话 你做任何事情到最终全是那个结局 觉得冲草不深 觉得不可能 就是那样的 其实你的心就像一块干害的 裂着裂着缝的那种土地上面 只有一株花 你有一株花 但是你根本也不在乎 你也等着它枯萎 你不会合乎那些花 你觉得那些东西是应该放弃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留下的 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留下那一株花 因为你还是受不了那种 你觉得 这样跟死亡没什么区别 一点乐趣也没有 你总要留下一点冲击和希望 总要留下一点情趣 那样的东西 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要了 你只要要一点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你的心里面那种 那种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 你真的把它放松了吗 或者是一点不要了吗 去察觉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 不是说你 你跟它走的路线不一样 大概到达了 但是它要讲完经再等 但是你这边呢 它是那样的 但它不太动了 但是你还波动得很厉害 你随着越圆越缺在动 越了圆了你动 越了缺了你动 然后断的波动 那个缝的颜色都在变 赤城黄绿青蓝子 竟然看到那个缝头 或者有一天它就变成了灰尘 就没有了那个缝 突然拿起来又给堆起来了 就是你的变化还很 很大在整个这个心境里边 但它的沙漠 它的干汉地已经沉了很久了 一直没动 那也是定力啊 我告诉你 虽然有点难好 但也是定力啊 你竟然站在那种汉地里边 待了那么久 但走你沙漠海 汉地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告诉你 已经不孤独了 已经不寂寞了 但是一点情趣也没有 了无深无 就是说 生命没有去 就是生命有什么趣味可言呢 你会看到很多人 大家投入这解释 投入那解释 有什么意思呢 是吧 假如具个例子 就算他去爱着你啊 或者有个人爱着你 你也说 爱就爱着吧 跟我没关系 你要爱着就爱着 是吧 就是那种心态 你爱着我 我不接纳也不会拒绝 你觉得爱主是好的吧 爱主是有权利的吧 爱主是好的吧 你爱就爱着吧 我也会感恩的 也会回报你的 知道吗 除了那样 这个没有什么错 我觉得这也是个态度嘛 是吧 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这儿 反而是你会 你会经营一份感情经营的 还是比较 你会举案齐眉 你会 真的很均直 如果你真的有一份感情 现在小商会表现得很好 也会很认真 很专一 然后还很举案齐眉 一切 你说吧 按儒家的 还是按佛家的 还是按道家的 我都能做到 只要你提 我一切做什么 那瞧我就是 他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 我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 但是 除了没激情什么多也好 就是那种 内心燃烧的那些东西不在有 没有燃烧 就是烧不起来 那种 就是没有那种 活生生的那种生命的机器 但没有什么错 但是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不管你去搞事业也吧 做事也吧 你的心境是这样的 你的所有的一切 最后回归到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 每个人的心境是 带着你这样的心境去 谈恋爱爱 去成就一番事业 你最后 所有的一切 化归到这块 就是如果你想 其实那些东西真的 休息可以改变形态 瞧解那个幻璧 一下子就转了 但真的是需要一些 心情上的成长 不是外界的环境 就算你现在目前 你就拥有这个杯子 我告诉你 你也不见得能讲 因为持续太久了 那每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 心情上 你会呈现出境界来 每个人都是 只是自己不知道 你带着这些东西 就是这都是一种印记 带着这些东西 做什么 你做啥 他最后 他就 他就以那种方式 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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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